不少民众为了方便喜欢拿雨伞和拐杖结合的拐杖伞出门 但是并不是每一把拐杖伞都能够止滑或是承受重量的作用 老人家常常因此跌倒 对此标检局将家常检测开阀 那么民众可以怎么挑呢 透过镜头让专家告诉您 就是把按一下 这边就可以拉出另外的拐杖 亲戚一按 从伞谷中变出一把金色拐杖 一手撑伞一手支撑 这把拐杖伞可不一般 承受重量比检测基准值40公斤高出三倍 专家表示拐杖伞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性 挑选时还得注意这些小细节 子华店里面需要有一个铁片 可以防止我们的拐杖伞 把它做一个橡皮做一个穿刺的动作 基本上如果可以有负重耐磨跟好握的一个状况 只需要它就可以选择一个符合它的一个拐杖 专家表示民众悬购伞可以转开支撑拐杖伞的止滑垫 看看里面的材质 如果伞架够粗 止滑垫又有铁片固定 才能较稳固支撑重量 还要试试看手的握杆 用力向下压 是不是有弹性 体贴银法族要适应不同高度的设计 还有调整高度的伞骨 跳脱一般人对拐杖伞的印象 台湾业者以银法族安全为主要考量 加强结构 与创意结合 提高拐杖伞的附加价值 工厂一味的跟人家追求便宜便宜 在便宜便宜过的大陆 我们就做少量多样 然后做质量非常好的伞 让民众一把伞就可以用个五年十年这样子 目前市面上拐杖伞价格 新台币100元到5000元不等 材料使用也受价格影响 不过记住小秘诀 让拐杖伞使用的安全又便利 新唐人亚太电视 叶喜红李晶晶 台湾南投报导